凯米颱风打乱了航班 旅客好不容易回到台湾 却等不到行李相当的生气 有不少人对机场人员破口大骂 华航一名主任 为了要安抚旅客的情绪还当场下跪 对此淘机公司回应说 因为颱风过境 造成航班频繁的异动 大量客机在26号凌晨抵达 导致了行李作业流程延误 华航也发声明 希望大众可以理解工作人员的辛劳 旅客聚集在大厅 对着机场工作人员破口大骂 好不容易台风天过了 凌晨搭飞机回台 想要回家却等不到行李 大家又饿又累真的气炸了 面对旅客怒气冲冲 一名航空公司主任拿不出办法 突然下跪道歉 但一说没有赔偿 又让旅客暴跳如雷 现场更加混乱 开明台风过境打乱航班 多架飞机25号中午陆续离场 又在26号凌晨密集抵达 造成机场爆量行李大塞车 旅客光是拿行李 就等上两个多小时相当不满 行李的延误等了两个小时 当然是非常的疲惫的一件事情 把台风问题逼不得已嘛 对此淘机公司回应 由于凯米台风造成航班频繁异动 26号凌晨一点到三点的客机 就有22架次 比起上周同一个时段 多出近一倍 作业量大增 人力派遣有限度 才会导致行李运送作业延误 向旅客深表歉意 未来也会针对特殊气候上的人力调配 做出妥事处理 解铃主场团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